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Linux驱动里面的睡眠和唤醒机制 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应用程序的应用层里面的一个open行数 那么这个open行数在我们之前写这个驱动的测试程序 或者说大家以前在编写应用程序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碰到过这种,都用过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它怎么使用呢 我们可以通过梦文档的来查看 因为这个open行数它是在梦文档的第二节 所以我们要输入一个men2open 那么这里边就是open行数的使用方法 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刷型的一个租创 那么它表示你要打开的文件 这里面的文件就包括普通文件或者售备文件 然后后面一个参数是一个flag 那么这个flag呢,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是这个flag 这个flag呢,它可以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些值 那么大家在使用open行数的时候呢 用的最多的可能是这些flag 当时呢,这些flag呢,我们看一下梦文档会发现 这里边这个flag的值呢,有很多值 那么我在这里要需要钱 很多值,那么我这里边需要钱的一个值呢 就是这个 nonblock nonblock 为什么我要钱掉这个值呢 因为这个值呢,和我们今天要减的趋动的睡眠和幻想呢 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flag它的行义是什么 那么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呢 当你指定这个flag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是在一个非阻塞的一个模式 非阻塞的一个模式 那么不指定这个flag呢 就表示它是在一个阻塞模式打开 所以这个flag呢 它就是用来 它就决定了我们的open呢 这个打开模式是阻塞模式还是非阻塞模式 不指定这个flag呢 表示是阻塞模式 指定这个flag呢 就表示是非阻塞模式 那么这里的阻塞和非阻塞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阻塞 那么在open的时候呢 不指定这个标记呢 表示是阻塞操作 结合我们之前的例子 我们在我们之前的这个驱动测试程序呢 我们在open的时候呢 都没有指定这个flag 所以呢 它默认的情况下呢 就是阻塞操作 那么这个阻塞操作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对我们编程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当open的时候呢 你不指定这个呢 是表示阻塞操作 那么后续 对此设备进行的所有操作 包括对设备调用read write out control呢 都是阻塞操作 也就是说 当你open的时候打开呢 你用的是阻塞模式 那么呢 因为我们要操作一个设备 或者操作一个文件 我们会首先呢 会调用open 得到一个fd 然后呢 基于这个fd呢 去对这个设备进行操作 所以这里边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open的时候呢 你指定的是阻塞操作 那么后续 你对这个设备的所有操作 包括read write out control呢 都是阻塞操作 那么对于阻塞操作来讲呢 假如说条件得到满足呢 立即返回 那么这个条件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 当你对这个设备文件呢 调用read的行数呢 其实呢 你表示呢 你要向系统要请求数据 请求数据 所以这里边的条件呢 就表示你请求的数据得到满足呢 就立即返回 return正确的返回值 那么条件不满足呢 当条件暂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行数呢 就会一直等待 直到条件满足以后呢 才会written返回 以我们的read的行数为例 当你对一个设备文件 进行read的时候呢 假如说系统里边有数据 那么呢 这个read的行数呢 就会马上就会返回去了 那么假如说暂时没有数据呢 那么这个read的行数呢 它就会一直等待 直到有数据以后呢 它才会返回 所以这里边呢 是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阻塞操作 那么对于非阻塞来讲呢 open的时候呢 指定这个flag呢 就表示是非阻塞操作 那么对于非阻塞操作呢 后续对这个设备的所有操作 包括read,write,out,control呢 就都是非阻塞操作 对于这个非阻塞操作呢 无论请求条件 能否得到满足 都会立即返回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 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呢 返回的是正确代码 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呢 返回的是错误代码 所以呢 应用程序呢 可以通过 它的返回值呢 来判断本次请求 是否得到满足 我们还是以我们的read行数为例 所以对于非阻塞的read操作呢 假如说条件得到满足 那么就立即返回正确代码 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呢 那么就返回错误代码 根据我们的阻塞和非阻塞操作 其实呢 当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呢 它们两个的实现呢 都是一样的 都会返回正确代码 但是当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 对于阻塞呢 它会一直等 一直到条件得到满足以后 才会返回 那么对于非阻塞呢 条件得不到满足以后呢 那么它呢 就直接return了 但是呢 它return的是一个错误代码 所以这个就是阻塞跟非阻塞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刚刚讲的这个阻塞跟非阻塞 跟我们的驱动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们的驱动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 对于我们的 锐的行数 对我们的锐的行数 根据我们刚刚的讲解呢 当open的时候呢 你是用阻塞操作 那么 当你掉锐的行数的时候 假如条件得不到满足呢 那么就应该一直等待 直到条件得到满足以后呢 才会return返回 那么对于非阻塞的锐的呢 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呢 那么只要返回一个错误代码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open的时候 它的打开模式的不同 导致我们这个系统调用呢 它的实现呢 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read的行数呢 它就要根据 主色或者非主色呢 分别实现不同的代码 但是呢 我们根据我们之前的讲解 read的行数 read呢 它是一个系统调用 当你在应用程序里边调用read的时候呢 它首先呢 会通过一个系统调用 陷到内核里边 然后呢 最终呢 调到相应的驱动里边 相应的驱动里边 所以read的主色 非主色的这种不同的操作呢 就需要在我们驱动里边体现 所以对于我们的驱动来讲呢 我们就需要根据上层的read 是主色还是非主色 来分别实现不同的动作 或者不同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我们的这个内核里边呢 提供了这样一个驱动 这个驱动名字呢 就叫Bini210ButtonS 在这个ButtonS里边呢 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flag 这里边有看到一个 我们搜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别的flag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个read的行数里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ad的行数 好 这个呢 刚好是我们file operation里边的read的行数 所以 假如说你对这个设备 执行read的操作呢 那么最终呢 就会调到这个设备里边的read的行数 那么在这个read的行数里边呢 首先呢 他要做一个判断 做一个判断 假如说 这个值呢 是0 因为这个是一个按键驱动 我先说一下他的背景哈 这是一个按键驱动 按键驱动 这个值是0呢 表示没有按键按下 这个值是1呢 表示有按键按下 那么他的read呢 他会读这个按键的内容 因为这个按键的值呢 是0的话呢 那么就表示没有按键按下 这样的话呢 你读这个按键的内容呢 就读不到 所以这里边 假如说他的值是0呢 就表示没有按键按下 那么没有按键按下呢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判断这个flag 这个flag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个在上层的应用程序 上层的应用程序里边 当然你无论你执行open 还是read还是write 你操作的是一个fd 那么这个fd呢 他最终掉到内容里边呢 他会转化成一个什么呢 他会转化成一个file 这样一个结构体 所以内容里边呢 就是用一个file 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来描述一个文件的 一个文件 所以这个file呢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上层的那个fd 那么当你在open的时候呢 你指定了这个flag 这个nonblock的flag呢 那么当你掉下来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file里边呢 就会设置这个flag 所以这里边他会判断 假如说你设置了这个flag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你这个read呢 是一个非阻塞操作 那么既然是非阻塞操作 我这里边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吗 因为现在按键没有按下 那么呢 我就返回一个错误的代码 否则的话呢 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这是一个阻塞操作 那么对于阻塞操作来讲呢 那么它是另一种 另一种实现代码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也就验证了我刚刚讲的内容 什么内容呢 这个上层的 上层的这个阻塞 还是非阻塞操作 最终呢 都需要驱动里边去实现 所以呢 驱动里边呢 就需要根据你上层的设定 是阻塞操作 还是非阻塞操作呢 进而呢 去执行相应的代码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边呢 它就做到了这样一个过程 它会在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呢 看作一个条件的一个flag 那么它是0呢 就表示条件得不到满足 那么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根据你上层的设定 是阻塞操作 还是非阻塞操作呢 去执行不同的代码 对于非阻塞操作呢 它会返回一个错误 对于阻塞代码呢 那么它就会执行这些 这个代码 那么这个代码什么行义呢 这个呢 我们下集课再来给大家讲解 对于阻塞操作呢 对于阻塞操作呢